VBA尤其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那你们回去尽量还是多再把它复习过 那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它重新 再撰写一遍 因为这些东西你要能够用得上来 用得上工作的话一定要很熟练 因为很多地方虽然城市并不多 但是你一定要打正确 而且一个字都不能错 我觉得VBA最难学 应该最麻烦的 其实逻辑城市也许你大概都知道 可是当你要撰写的时候 你一个字都不能打错 因为它只要一个字打错 你就乱不出来 就乱不成功 所以这种东西变成说你要花时间 而且要反复去练习 这个应该没有别的诀窍 不过刚开始也许你会打错 那我云端上也有一份正确的答案 那你就可以参考的打 反正就是一定要尽量的想办法 把VBA的程式打到尽量的 除了熟练之外也要精确的 其实我是觉得程式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一个字都不能打错 要非常的 算是细心吧 OK 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些要诀 以后要写程式的话 应该就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第一个的话上个礼拜我们只要把那个 像那个sample档 如果要转换成VBA的话 另外的话VBA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sub 一个是function function的话我们就制定函数 其他的话还有几题 007产线人员 这个里面我们主要是有提到有一个是产线1产线2 如果说你后面的那个字假如说不是固定的话 你可以用万用资源那个星号 问号那都蛮重要的 OK如果你不懂了这个方法 那便你怎么办 你要一直累加一直加 产线1加产线2加产线 如果你产线非常多 那就永远加不完 所以记得用一个星号 这个问题就解决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那个 两个范围 因为苗栗跟宜兰这个没办法用星号 那就只能把他加强 OK 另外再来的话就是那个什么 前后三名 前三名我们用large 后三名用small OK那可是问题 改写成VBA的时候 就会容易出问题 那这边的话呢 我上个礼拜有提到 可以用那个 引用那个什么 所以前后三名 这个部分的话 在前后三名这个 那我上个礼拜的部分 存档日期的这个 OK 一般习惯是看 另外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图示 稍微放大一下 比如我把它改成大图示的话 其实呢 因为记得 最后存档一定要存成 那个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所以如果你用大图示的话 应该可以看到 这两个档的最大差别 是这边会有一个什么 这边会有一个那个 金探号 表示说它是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另外它的副档名 副档名你可以把副档名打勾 它的副档名一个叫XLSM 这个是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这个是没有XLSM 记得不要存错档 如果你存成XLSX的话 那你VBA的程式全部都消失了 OK 所以特别之后 你存档的话 一定要存成这个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OK 那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就上个礼拜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上个礼拜 它会跳出问你说 是不是要储存成什么 非聚集的活跃部 你一定要选择否 如果你选择是 就是选这一个 选择否 你现在就选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才有办法把VBA存到里面去 最后启动的话 一定要启用内容 OK 第一次使用的话 跟它启用一下 那我们上个礼拜呢 最后是引用那个 就是把这个结果 把它执行出来 那把它这个启用一下 一样这个 我先用Auto键加F11 先把那个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那个什么 如果你上面那个什么 标签没出现 对不对 另外一个方法 你加那个LT 加上F11 这样也可以把那个 就是VBA环境叫出来 如果你上面没有标签 你又不想启用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LT 再加F11 这样也可以把它调用出来 那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部分 有同学问到 就是说有关那个 那个什么 我先把字放大 就是字差放12号 OK 那最后我们也用到一个 就是 这个是丢公式 如果我不丢公式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 把注解掉 这个注解按右键 在工具类上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把它注解掉 因为如果 这个是丢公式 如果说你不会 运用那个 我刚刚讲的那个 application的方法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它用什么 先把公式先丢到 这两个储存格 那最后再把这两个储存格的资料 清空 这样也是OK的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这一行应该把注解拿掉 最后还是要把SUME丢过来 如果说我不丢公式的话 上礼拜有提到就是 这个地方是前 等于是说大于等于 那个第三的 所以大于等于第三 我们其实我们之前讲过 可以用large 那large的做法就是说 假设在easeu里面呢 就是插入函数里面 用那个统计类的 里面的那个large函数 那这个large函数的使用方法 一定他会跟我要几个东西 包含就是说按确定 第一个的话是array array通常就是指的是范围 就指这个范围 b2到b10 OK 那第几大的话 第三大 OK 那我们按确定之后 它会产生这个公式 那我们去存取它 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可是如果说今天我用VBA来写 我要直接使用 在easeu里面这个large函数的话 因为在VBA里面没有large函数 所以如果说我要使用它 用在哪里呢 用在我们VBA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其实这个地方是直接取用它 但是我如果不取用它 假设我不要这个没有做的话 那我可以改 上个礼拜提过 这边的话可以改成application 所以你这边的话你打一个application application OK 然后呢 电 这边的application可能要稍微背一下 因为 workshare function反而比较简单 为什么你只要点下去 它清单会出来 所以你打一个w 再打一个o 大概就出来了 wo这边就会出现workshare function 指的就是说呢 我要使用easeu里面的这些 所有的function 假设说我VBA里面没有 这些function的话 那我要用这些function 到VBA里面 产生我要的结果 那就是产生什么 产生那个large的第三个 意思是说排第三个 那个的工资是多少 那我要把那个结果放到这边来 让我参考 OK 也就是说这个b栏里面的资料 如果是大于等于第三 OK 那我就想 很简单 记得就是打一个点 wo OK 那用选的 我是建议你用选的 一定不会打错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点一个large 对吧 就出来了 但是后面呢 我们刚刚做的公式是b2 冒号b10 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将来你用range的话 记得就是刮5 反正 差别只是说呢 你在这个b2冒号b10 外面包一个range物件就可以了 因为在VBA里面 你不能写成这样子 因为他看不懂 他一定要把他转写成VBA 看得懂就是range OK 所以你这边range 然后其实就是 一样双 记得就是把那个双引号 先包起来好了 里面呢 其实就放什么 其实呢 就是放这个 其实就这个 这个把它放过来就好了 OK 记得哦 就是双引号把它夹起来 range 意思就是说 我那个范围的资料 我要参考那个范围是要 帮我找到呢 这个第三的 所以一样把那个b2冒号b10 OK 然后后面一样斗点 斗点3就没有差别了 因为这数字嘛 然后刮5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 这边少一个后刮5 range这个后面一定要有个后刮5 这个不能少 这个指的是那个范围 所以呢 以后呢 你如果要把那个 就是使用 就是那个 eSale里面的公式 那如果它是个范围 你一定要在VBA 一定要写成这样子 OK 才是正确的 OK 特别注意 那当然没有别的诀窍 反正主要是因为 eSale跟VBA 本来就不是同一个环境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重要的地方 OK 你这样就可以 很直接的取用它 所以 application.workshare function 取用它 然后过来 然后范围给它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把这个37400的结果 帮你把它带到这边来 所以最后的话呢 它就是37400 那等同就是说 你在eSale里面产生的结果 是异样的 只是说它把那个值帮你带到这边来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完成 然后点一下 OK 另外的话 这个small的部分的话 其实有时候可以偷懒一下 如果这个区块 好像跟这个区块 还蛮像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复制一下 通常application到后面 刮火 就把它盖过去 那有的时候的话 就直接把把这边改成large 把它改成small就可以了 OK small 然后 d0.3 这样子的话呢 就OK 如果这个公司太长 你可以在偶尔后面的空白 再加个底线 enter过好了 然后按一个tip 这样表示说 这一行 上面这一行跟下面这一行是连在一起的 不过特别重要 关键就是在这个空白的后面这一个底线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它执行 理论上结果也会出现 所以计算完的结果帮我产生到这边来 OK 你可以看到 206 应该跟之前 这前面一样 206500 OK 好 一样的结果 好 主要是我们参考什么 参考就是在VBA里面如何去使用到那个 就是Ecell里面的函数 主要就是利用application.worksheet function OK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调用 点下去它会把所有的函数都250几个函数都调用出来 最大的差别就这里 range OK 另外就还有同学就是回去蛮认真的 它可能就是说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将来 比如说我这个范围我假设前后三名的工资 这个结果我希望放到假设这边 它希望怎么样把它放到不同工作表 不同工作表 我把这个减下来 假设说我今天把这个结果放在这边 那你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吧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的范围是在另外工作表 我产生的结果是在这个工作表一这个 就等于是两个不同工作表 那如果不同工作表特别注意 将来如果你遇到那个不同工作表的使用的话 特别注意 你们可能又要多学一个物件名称 叫做sheets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我刚刚像我刚刚反正同个工作表的range前面 就不用特别加那个工作表名称 但是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错误 为什么 因为它找不到什么 找不到那个这个范围 有没有 在这个工作表里面的那个B2到B10 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我们要的那个资料 那个资料在哪里呢 那个资料实际上在另外工作表 所以同学也问说 老师那如果将来我的工作表是在另外工作表 那怎么办 特别注意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就告诉他说 我的这个范围不是在现在的这个 如果你前面没有工作表名称的物件的叙述的话 那他会认为是你在同一个工作表 那就会产生错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可以在范围的前面再跟他讲说是哪一个工作表 工作表 那工作表在VBA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再加一下 其实关键地方在这里 在这个范围的前面 加上一个序值物件的叙述 我把它先提一下 因为他只有错误 那我们就打一个什么 在这个range前面 我先控一格好了 你打一个shets 刮胡之后的话 你跟他讲说 我是放这个资料是放在VBA那个工作表里面 的点 后面加一个点 点的意思说 在这个工作表 有没有 下面的那个范围 他就认得了 OK 特别是哦 那你的写法当然又跟Excel里面的那种写法 惊叹号写法是不一样的哦 OK 所以只要这样记得的话 那结果一定是正确的 OK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把程式把那个工作表位置改了 那记得把这个前面加一个shets 然后刮胡里面记得双引号包一个什么 那个工作表的名称点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要加一下 就是在large加一下 在small也加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把它改完之后 我先把这个先 这个底线好像 底线加一下 刚刚底线不见了 OK 所以其实关键就只有改 加上这个 那个工作表的下面的那个范围 最后我的结果 但因为我把那个 这个输出的范围本来是在第二 不过现在是在变a2 就把这个输出范围改成a2 好这样的话其实程式就改完了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关键就是跟他讲说我那个范围是在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两个范围里面 这样他就看得懂 OK那未来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 可能那个同学没有问到 不过其实如果你是不同工作部哦 意思是不同的Excel档案的话 前面还要再加一个workbook 也就是你另外一个workbook 另外一个算是工作部的里面 不过那个工作部哦 你要先把它open起来 就是你要先拿一个workbook刮壶 哪一个档案哦 你先把它点open 跟他讲说你把那个档案先帮我开起来 那开起来之后你再去跟他讲 那个workbook里面的哪一个sheets 在哪一个范围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参考到 那里面的范围 一样可以去做完 然后并且把结果丢回来 也是OK的哦 所以这个可能那关联性就是一定 最小单位一定是储存格范围 然后在工作表有没有sheets 然后在这外面就工作部了 OK所以以后如果你们要解决什么 多工作表就sheets 有没有多工作部就是workbook 加一次workbooks 然后瓜葫后面给他那个工作表的那个 档案名称 他就知道了 那个工作部里面的哪个工作表 的哪一个范围 那这样就可以做很多的 Excel资料的交换 看你要合并啊 要分割啊 或者是要把资料抓过来 做什么样的处理 其实都是类似的方法 OK所以这边的话 因为刚好同学问到 因为同学问的问题很好 只是说有的时候 要用文字叙述像这种东西 倒不如我干脆直接讲我们之前的范例 把它稍微修改 可能会比较具体一点 不然有时候 如果我用那个文字叙述讲说 你那个范围的前面要加一个sheets等等的 相关叙述其实也不好 我干脆做一遍给你看 用范例让你知道说怎么操作 最后我们来 转一下看看 那所以呢 特别注意哦 我现在的这个范围已经改到这边来了 所以确定没有问题 然后最后输出的话呢 也是输出到哪里 也是输出到 我改一下 本来是D2改成A2这个位置 所以我转一下看好不OK 如果OK的话 那其实这样的方法应该就是没问题的 这个所谓的跨工作表 的存取范围资料 去计算完之后呢 把结果丢过来 OK 试一下 弄一下 看有没有bug 程式就这样 一定要100分 差一个字都不行 所以哪怕程式里面没有几个字 但是你只要一个字打错 那就是问题 当然如果你担心说 你程式会有bug的话 那我还是会把这个程式 我写好这一段 一样待会会把它贴到那个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OK 现在怎么跑这么久 那理论上这样弄应该没问题 把它弄结果 可能是不是说这边 这个电脑有什么防毒还什么 正在跑 OK那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稍微开起来 今天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再来看后面其他的范例 像那个乐透彩的中奖几率统计这一点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哪个地方 特别就是存取的那个工作表 有没有 我应该是存取的是这个 让他向下追踪 所以A2其实指的是这个工作表的A2 然后Sales B也是这个工作表的Sales B 所以特别注意 你要知道说哪个工作表在哪一个 所以可能要一个个检查 像我刚刚漏掉这个 应该是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一个才对 那因为只要不在同一个工作表里面的话 你就势必要加一下这个 然后这个也要加 Sales 就是那个储存格在哪一个工作表 Sales前面也要加 然后呢比对 最后的话呢 这个累加的工资 工资其实也是在什么呢 另外在这个血脊BBA这边 OK 只有这个不用加 因为这个不是在另外一个工资表 然后所以这个不用加 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都没有错的话 输出结果应该就正确了 所以我最后转一下 刚刚可能这个地方没加 这几个都没有加 那加了之后应该就OK 资新给各位看一下 资新OK 结果一样 那所以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是不同工作表的话 你就必须要加这个叙迟 OK 所以以后的话 只要是跨工作表 就要用这样的方式叙述 OK 叙迟 刮壶 哪一个名称 OK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叙述 如果你不用那个双引号BBA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加一个二也可以吧 叙迟的第二个工作表 这样也是合法的 OK 只是说呢 如果你将来位置会变动的话 还是建议你用名称会比较保险 不然的话你那个位置变动 第二个他可能不在外面BBA 那你就承受错误了 OK 可能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刚刚已经有把那个 我最后写完的程式放在这边 所以如果你想要尝试的话 可以仿照我了 而且我有把那个 有没有 把原来的那个位置 BBA这个丢一个到这边来 反正两个要分开来 先一个前提 那未来你们再处理跨工作表的 这种BBA程式 那基本上就是照这样的方式写 就没有问题了 OK 大概是这样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接着继续来看那个 其他的练习题 OK 其他练习题的话 我们待会再来看这个乐透彩的这一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